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的两点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下午的四点到晚上的十点 我一天要上这么久的班吗 对 一天十个小时左右 那我的工资 试港的话是一天八十五 那我工资的话一天是八十五 我有看见明镜的是什么 这个的话是相当于小块 相当于额外收入 就是如果客人OK的话 他会给你打下注 对 比如说你在工作中感情都变好 对不对 不仅客人会给你们打 我也会 那是你本人出这个钱的 还是这个店里面出 我们的店面出 OK 那一般是多少 我之前在当服务员的时候 我一天能拿二十多个打赏 二十多个打赏 对 那我今天就要拿四十多个打赏 咱们这边的话是从最基础的岗位开始 我只会吃 没事慢慢来 有事不带你就 我会努力学 有事不带的你慢慢学 开始之前有点紧张 不知道怎么办 没事 咱们互相给自己打个气 那我们就三二一 加油打工人 做我喜欢的 这边的话就是咱工作的一个区域 这边是等到你到成功的时候 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为工作服务 OK 然后所有的青菜啊素菜啊菜品啊 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 这个是这个蜂木鸡 这边的话是羊肉和毛肚的岗位 到岗位的时候 师傅会对你从开始到最后 进行一系列的一个评论 毛肚是啥呀 毛肚是牛的胃 对 是啊 是的是牛的胃 那那个黄猴是啥 猪的主动脉 心血管 心血管那个地方 它可不是猪的喉咙 只不过叫的是黄猴阿姨 OK 这边还有一个小料 切水果 还有炸小吃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咱配比各种小料的一个地方 刚才你在那边调取好的小料 制作好的小料 全部都是弄到这个上面 供各个自己盛取吧 包括上面的水果 好的 然后上面 我超级会调调料 是吗 我超级会调 我就靠这个来给我打小了 好 咱们先学习毛肚 他叫王杰 你好 是你的师傅 你好 这是新来的伙伴 你叫Shaky 首先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家的毛肚 是我们建立的一个战略产品 一个招牌菜 这个毛肚在第一次清洗的时候 不能清洗太多 因为它清洗完了 要在三十分钟之内销售完毕的 抓一下也行 捞一下之后 然后要浸泡两到五分钟 那一天店里面能卖多少毛肚 一天卖二百斤 二百斤 对 我还有一个就是童年问题想问 这种花能吃吗 不能 不可以吃 不能吃 我小时候吃了好多 小朋友不可以吃 这个是我们的经典毛肚 冰要七百克 冰要七百克 招完之后 要把这个冰绣成一个拖圆的 然后我们摆毛肚的话 挑颜色相近的毛肚 开始摆 摆的时候 一定要突出这个直边 直线 每个毛肚上面都有一个线 现在我们开始点队 一个车车先插到这里 最后一步 一个完整的毛肚 要插一下盘间 然后涂上就可以了 我来吧 追求完美 刚好7.0 然后把它压成一个那个 托圆的 然后找颜色相近的 还记得这一片怎么摆吗 找直线 这样是吧 对 突出它的直线 它不是直线 这就算它的一个直线 一般装一盘的话要多久 我们家的记录是45秒 45秒装一盘 对 我也可以 我们45秒是装出来有效果的 我实惠我装得多 顾客都喜欢我这样的 哦哦哦 我们这边有剪刀 不规则的可以用剪刀剪 我这样拼一下可以吗 不可以 毛肚是我们的招牌餐 我不能砸了人家的招牌 这样可以吗 然后换一个花 然后情人草 上菜了 等一下 等一下 还有一步 经过耐心的学习 新手打工人谢可寅 已经掌握了毛肚摆盘的技巧 接下来 要求严格的师傅 为了检验他的学习成果 竟然发出了一个 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新手谢可寅 会带来怎样的表现呢 抽屉 要交叉 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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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